我买了一个价值200万的高科技智能床垫,这个床垫是根据我和我老婆体型专门在意大利专门设计的,这个智能床垫不但具备按摩功能,身体健康监测功能,而且最主要的是还能用用来备孕。 床垫的备孕模式能调整角度让怀孕几率大大增加,可就这么一个高科技的床垫,却让我发现了我老婆出轨的蛛丝马迹。 事情是这样的,这天晚上八点,我还在公司加班,我喝了一杯咖啡后,看着桌子上厚厚的文件,我知道今天没有十一二点是处理不完了。 我拿出手机,刚想告诉我老婆今晚别等我睡觉了,可是谁知手机却弹出了一个通知消息,主人您好,智能床垫于晚上八点开启,按摩状态启动,时间设定为三分钟。 主人您好,腰部弧度更改成功,弧度调整为45度。 主人您好,检测到您体重增长到170斤,请注意锻炼,我看着这个手机消息,皱了皱眉,170斤,我老婆叶子轩只有90斤啊,怎么智能床垫提示变成了170斤,难不成我新买的智能床垫系统错误了,正在我疑虑之时。 智能床垫又给我手机发消息了,主人您好,按摩状态结束,运动模式开启,振动频率设定为30次每分钟。 主人您好,检测到您的身体机能从30岁减少到22岁,心率95,心率过快,运动的同时,请主人注意养生。 主人您好,备运模式开启,振动频率调整为60次每分钟,我看着智能床垫给我手机发的消息,瞬间脸色发白,气得我浑身发抖。 我花了200万买的智能床垫是不可能检测错误的,唯一的真相就是,我的床垫上有一个22岁,体重170斤的男人,而这个男人正在和我的老婆做不可描述的事情。 此刻的我感觉自己的脑袋绿油油的,我恨不得立刻就飞回家,把我老婆和陌生男人捉个现行。 然后和陌生男人拼个你死我活,我也无心工作了,当即就叫我的司机小豪开车来接我回家,小豪接通我的电话时,气喘吁吁的,我问他在哪里? 他说,他在健身房锻炼,要半个小时左右才能到公司,我在公司楼下点了根烟,冷风把我吹得清醒了一些,我是公司老板,甚至我一旦要和我老婆离婚后,会进行财产分割。 我的财产都是我拼了命打拼来的,怎么可能便宜他和他的男人呢?所以对待他出轨这件事上我还要从长记忆。 半个小时后,小豪终于开车来了,飞哥,什么事啊,这么急,您今天不是加班吗? 小豪下了车,给我拉开了车门,我扫了他一眼,他面色憔悴,眼眶发白,这显然不是健身后的状态,他这个状态应该是刚结束夫妻那点事,我知道家丑不可外扬,更何况我没有实锤老婆出轨,于是对小豪谎称。 没啥事,工作不顺心,对了,今天我自己开车回家,你别送我了。 好嘞,哥。 我开着我的霸道,SUV一路急迟,半个小时就到了我家楼下。 我靠在椅背上,迟迟没有上楼,我在思索我老婆的出轨对象到底会是谁,会不会是我的熟人。 就在我思考的时候,我闻到了车子上有淡淡的玫瑰香水的气味,这个玫瑰香水是叶子轩最喜欢的高档香水,我皱眉,小豪是我的司机,什么时候接送过他,我心中隐隐升起来一股不好的预感。 我检查副驾驶,果然副驾驶的座位被人动过,而且根据痕迹来看,副驾驶的座位被放平了。 老司机都懂得,副驾驶的座位一旦被放平,那肯定是有男女在车上玩狂野的了。 我握紧了拳头,继续检查我的车,车在摄像头的记录被清空了,然后我翻开车子的脚垫,果然一条镂空的紫色花纹的内内被我发现了,这个内内还是我送给叶子轩的礼物。 他说穿这个太羞耻了就扔了,没想到他居然传给别人了,我闻了一下,又骚又行。 我气得用力地砸了一下方向盘,此时我已经知道了我家床垫上出现的男人是谁了,就是我的干弟弟小豪。 我平复了一下心情,一条完整的复仇计划于是在我的脑子里产生,我不但要让他们身败名裂。 还要让他们嫁破人亡。 小豪是我八年前资助的大学生,我不但资助他念完了大学,而且还高薪聘用他当我的专车司机,并且认了他为自己的干弟弟。 这么多年,我是真的把他当成了自己的亲弟弟,没想到我把他当亲弟弟。 他却对我的妻子做出如此诸狗不如的事,上了楼,叶子轩刚刚洗完澡,从浴室里出来。 老公,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下班了? 他身皮浴巾,眼寒秋水,脸颊上淡淡的潮红未散。 很显然,由于今天我提前回来,他和小豪并未进行。 嗯,怎么意外吗? 我一有所指,哎呀,你说啥呢? 什么意外啊? 叶子轩从后面就抱紧了我,回来得正好,今天我排卵期。 咱们可以尽情地备孕,我一想到他刚刚和小豪在我的床垫上做那些事,我现在就有些干呕。 没错,谁会喜欢一个脏了的女人呢? 我不动声色地拉开他的手,然后走进了卧室,躺在了床垫上。 怎么? 咱们的高科技床垫被人调整过角度了。 这个角度是备孕模式才会用到的角度吧。 我装着什么都不知道,然后试探着问叶子轩,叶子轩的神色十分不自然,然后有些慌张地解释说,嗨,这不是我刚刚下班比较累吗? 然后就想按摩一下,谁想到设置错了,弄成了备孕模式,别提了,我的小蛮腰啊,都要被你的高科技床垫震断了。 我心里冷笑,把他腰震断的恐怕不是床垫,而是小蛮吧? 不过我没有拆穿他的谎言,因为我的报复计划才刚刚开始。 当天晚上,叶子轩睡着后,我在卧室内偷偷地放了一个摄像头,既然叶子轩和小蛮那么喜欢偷情,那我就把他们录下来,让他们的朋友好好地看看。 第二天早上,小蛮开车把我送到了公司,我走时,我老婆还没有醒来,我在公司正在吃早餐时,我的手机又弹出来了几条消息。 主人你好,头部弧度更改成功,弧度调整为90度,主人你好。 运动模式开启,检测到您的心跳过快,请节制,不要过度运动,注意养生。 主人你好,备运模式开启,我脸色刷白,此时就算用脚趾头都能想出来,一定是小蛮和我老婆又在我的高科技床垫上乱来了。 我那二百万买的高科技床,自己没怎么用,倒是被它享受了。 我用力地捏着手机,直接泛白,对了,摄像头。 我用手机,远程打开了摄像头,摄像头内的画面,简直是不堪入目。 看着他们的样子,我心里产生了一条邪恶的想法,既然你们这么喜欢在一起,那以后就别分开了。 当即我白天就去商场,买了一个价值一万块的高级玫瑰油,这种玫瑰油是我老婆最喜欢一款,不但好用,而且很好闻,散发着淡淡的玫瑰香气。 我在里面加了胶水和辣椒红油,晚上回到家后,我拿出了这瓶玫瑰油,顿时房间内都充满了淡淡的玫瑰香气。 老婆,你看我给你带回来了什么礼物? 我手中的一瓶玫瑰油闪烁着淡红色的光泽,一万块的油就连瓶子都透露着高级感。 哇,这是最高档的玫瑰油吗? 叶子轩双眼放光,看着我手中的玫瑰油,眼睛都直了。 这款玫瑰油不但可以增加夫妻之间的趣味,而且还能当护肤品涂抹在身上,让皮肤更加光鲜亮洁。 是的,今天我们可要好好享受享受。 我说着,就轻轻地把叶子轩搂进了怀里,顺势一倒,我们躺在了床上,叶子轩很快就进入了状态,脸色透露出兴奋的红色。 老公,我想用玫瑰油,我做事预拿玫瑰油,但是我手机提前订好的闹铃响了起来,啊,老婆,我同事给我发消息,公司有事,我今天要加班了,要明天早上才能搞定,我装作失望的样子。 叶子轩已经被我撩拨的动情了,听到我这么说,非但没有失落,反而还透露几分兴奋,没事没事,老公,你快去加班,加班重要。 被孕的话,什么时候都可以。 叶子轩笑嘻嘻地说,我点了点头,然后拿着手机就下了楼,我于是在楼下对面的咖啡厅里等待好戏的到来。 果然,五分钟后,小豪就开着我的车来到了我家楼下,他静止地上了楼,而叶子轩也识趣地拉上了窗帘,看着我家里的两个人影,我心里冷笑,好好享受这家的强力浇水和辣椒的玫瑰油吧。 又过了大概有十分钟,救护车地来到了楼下,紧接着医生们冲上了楼,然后把毫不遮掩的一男一女抬了下来。 这一男一女正是叶子轩和小豪,他们二人仿佛是连体婴儿一般黏在一起,动也不敢动一下,脸上的表情极为痛苦。 我打电话问妻子有没有想我,妻子隐忍着说,老公,我想你了。 我接着问,哦,我一猜就是你想我了,只是,听你的声音好像很难受啊,你是身体不舒服吗? 叶子轩接着解释说,没有没有,我刚刚吃了火鸡面,有点辣嘴,死。 是辣嘴吗?叶子轩,你他妈那么喜欢偷人,喜欢和别的男人在一起,那这次我就用强力浇让你和野男人永远不分开。 你喜欢我给你准备的精油浇水吗? 开心吗? 我阴森森地说,叶子轩此时也反应了过来,原来那个玫瑰精油,是我动的手脚。 他忍着痛,对我破口大骂,好好在医院享受玻璃之痛吧。 祝你幸福! 说完,我挂了电话,我用的是强力浇,叶子轩和小豪两个人黏在一起,没有三五天是出不了院的, 正好我要用这三五天来实施我后续的复仇计划。 救护车把他们二人拉走后,我就重新回到了我家里,卧室内一片狼藉,我的高科技智能床垫还在震动。 床头我买的玫瑰精油已经被用了小半瓶,这对狗男女还真是狠,这么贵的精油一次用了小半瓶,我的公司市值千万,我名下房产百万,还有这些年我存的钱也有几百万。 如果我现在和叶子轩离婚,我的近两千万的身家要分给他一半,所以我要设计让他净身出户。 然后我拿出手机,给小豪又打了个电话,小豪接通电话,我立刻痛哭流涕地说,小豪啊! 我妻子他出轨了。 小豪先是愣了一下,声音紧张地问道,哥,他和谁出轨了? 我继续演戏说,那个男人我没看到,不过不重要,我和你嫂子肯定要离婚的,现在需要转移一下我的公司财产。 小豪听到我没有看到出轨男人是谁,他在电话那头明显地长出了一口气,这样,我先把公司股份都给你,转移到你身上,然后我和妻子离婚时,他就没法分割我的财产了,等我们离了婚。 你再把股份给我转移回来,成吗? 我演戏演得差点自己都信了,小豪没有理由不相信,哥,成啊! 没问题,你放心吧,你赶紧把股份都给我转来,等过一段时间我肯定给你转过去。 小豪激动地说,不过有个问题,我不能白白给你转移股份,这样会引起公司人的怀疑, 但是我可以低价把股份卖给你,你凑二百万,然后我先卖给你,等我离婚后我再还你钱,如何? 我说,没问题,哥,给我一周时间,二百万我这就给你凑出来。 小豪爽快答应,第二天,我重新注册了一个公司,并且把现在公司名下赚钱的项目都转移到了新公司名下, 把赚钱的项目都留在了原公司名下,我这两年,公司赚的钱一年利润高达数百万。 这个利润,无论是叶子轩还是小豪都看在眼里的,他们自然是十分眼红,一周后,公司已经被我转移得差不多了, 而小豪和叶子轩也相继出院,当天下午,小豪就来到了公司,然后和我签约了股权转让协议, 一共二百万,我知道小豪自己是没有这么多钱的,他能拿出来这么多钱,只有一个理由, 那就是叶子轩用他的私房钱,还有我们夫妻共同财产资助了小豪。 当天晚上我回到家后,发现家里果然被洗劫一空,我的现金和值钱的东西都被搬走了。 包括那个高科技智能床垫,此时,叶子轩给我发了一个微信,微信上是一个验允单,上面显示叶子轩已经怀孕了,两周,王小飞。 我怀孕了,孩子不是你的,是外面男人的,这个男人,你想不想知道是谁? 哈哈,他比你年轻,比你强壮,现在还比你有钱。 你上当了?叶子轩给我发了一段语音,嚣张至极。 谁?我心知肚明,明天你就知道了,绿帽侠。 叶子轩骂了我一句后,就把我拉黑了,隔天早上,一直给我开车的小豪并没有出现在我家的楼下, 我叫了个出租车来到公司,一到公司,公司的员工看着我的眼神都怪怪的,王总,豪哥在董事长办公室等你。 我心想,他们这么快就忍不住了吗? 我来到办公室时,小豪正在指挥员工打扫房间,都好好清理清理,从今以后,董事长换人了,以后这个办公室我用了。 小豪大喇喇地坐在了沙发椅上,俨然是一副企业家的样子了,小豪。 这是? 我故作惊讶地问,呵呵,飞哥啊,你在公司都没有股份了,这个董事长办公室我看你,也就用不上了吧。 正好,我现在是公司董事长,我缺一个司机,要不你试试。 小豪冷笑着说,我让其他人都先出去。 然后故作紧张地问,小豪啊,你在搞什么? 你就是帮我带持股的,怎么还当真了? 小豪啪的一下,就把股权转让协议拍在了桌子上,笑道, 白纸黑字,你以为过家家呢? 飞哥啊,你可太幼稚了,你不会以为公司我会还给你吧? 哈哈哈哈,你…… 我假装生气,用力地垂了一下桌子。 对了,我还要给你一个惊喜呢。 小豪拍了拍手,门后一个女人,则是穿着高跟鞋走了进来, 来人正是我老婆叶子轩,叶子轩。 你怎么来了? 我问。 呵,王小飞,你不是一直想知道谁给你戴了绿帽吗? 现在我就让你知道一下。 叶子轩说着,就挽上了小豪的手臂, 神色暧昧,嚣张至极,好啊,小豪那个男人居然是你。 我气得后退两步,扶着强财站稳,叶子轩啪的一下, 把一个协议摔在了桌子上,离婚协议,签了吧, 家里的现金和财产我都拿走了,房子归你。 我看着这个离婚协议,心里都笑出了花, 我等的就是这个离婚协议,我没有迟疑, 立刻就签了这个协议,从此以后。 我和叶子轩分道扬镳。 我刚要走出屋子的时候,小豪叫住了我, 我回头不明所以,他得意地说着, 飞哥,你的高科技智能床垫很猛, 备孕模式我很喜欢,和你妻子一起备孕我更喜欢。 我们下个月结婚。 前夫哥,你可要来哦。 我握紧了拳头,指尖发白, 好的,祝你们天长地久,婚礼上我送你们一份大礼。 如今,我把公司的不良资产都留给了小豪, 而我将要去我的新公司上任, 新公司和旧公司都是我一手创力, 新公司都是赚钱的生意, 留给小豪的都是亏钱的生意。 一个月时间,我足够用新公司打垮小豪的旧公司, 而这正是我给他们的第一个礼物。 一个月左右,小豪的公司就已经被我打得溃败不堪, 然后开始了大规模的裁员, 小豪只知道一个新公司在狙击他。 但是他并不知道这个公司的老板是我, 我想他现在一定焦头烂额, 公司也亏了不少钱了, 但是这还远远不够, 我要他们彻底身败名裂, 身无分文。 夜晚, 我手机app弹出了一条消息提醒, 主人你好, 运动模式开启, 检测到您的心跳过快, 请截止, 不要过度运动, 注意养生, 原来是我的高科技智能床垫又提醒我了, 这个床垫在离婚前就被叶子轩搬走了, 如今他们居然又在我的床垫做运动。 既然你们不忍, 也别怪我不义了。 当即我就联系到了婚庆公司, 并且买通了他们的内部人, 我把我事先准备好的监控视频发给了他, 让他在婚礼上放出来, 然后我安排我公司的人, 连夜以高价抢走小豪公司的客户, 让他们的资金链彻底断裂。 这是我给小豪准备的第二个礼物。 次日, 小豪和叶子轩的婚礼, 婚礼现场, 他们双方的父母都尽数出席, 看着这一幕, 我仿佛想起了两年前, 两年前我娶了叶子轩, 当时我就看中他清秀大方, 并且不媚俗, 但是却没想他还是绿了我, 选择的对象还是我的干弟弟小豪, 小豪呢是我八年前资助的一个大学生。 在他上不起学的时候, 我给他交了四年的学费, 没想到他毕业后就给我戴了一顶大绿帽子, 如今他们两个背叛了我, 正在婚礼现场互相致辞。 接下来, 大家请欣赏来自新郎新娘亲友团的祝福。 请看大屏幕。 四姨继续主持婚礼, 话落后, 众人的目光都看向了大屏幕, 屏幕中, 叶子轩和小豪二人正在我的高科技床垫上做运动, 你说咱俩给我搁带绿帽, 他知道了会不会气死啊。 小豪一脸陶醉, 哎呀, 你讨厌, 轻一点。 叶子轩娇媚地说, 嘿嘿, 不是我不想轻点, 是我哥买的这个高科技床垫太狠了, 他做梦都想不到。 他二百万买的床垫, 现在给他干弟弟用了呢。 画面上二人的神态动作不堪入目, 众人看了纷纷惊呼, 原来这两个人是婚内出轨, 原来新郎是无耻男人啊, 新娘也不是什么好人。 小豪也猛了, 一把就撤掉了电源, 电视屏幕应声熄灭, 谁干的? 小豪然后就看到了人群里的我, 是你。 王小飞, 一定是你干的。 我站了起来, 淡淡地笑道, 这个礼物, 你喜欢吗? 小豪怒急返笑, 用手指着我骂道, 你还得一神吗? 你以为你弄个视频就能打败我吗? 你错了, 我现在比你强得多哦。 你现在连公司都没有, 工作也没有, 你在我面前永远是个垃圾。 叶子轩也站在小豪身边, 破口大骂, 就是, 你除了会干这种下三滥的勾当, 还会什么? 你现在已经是穷光蛋了, 你要是现在立刻给我们道歉, 我们可以允许你给我们当个司机。 我也不生气, 淡淡地说, 你们的公司现在就是空壳子, 你不会真的以为我会两百万把公司卖给你吧? 我告诉你实话吧, 我早就知道你和小豪出轨了, 你猜猜我为啥明知道小豪是那个男人, 而我还要把公司卖给他。 小豪和叶子轩的神色逐渐扭曲, 他们终于反应过来了, 原来我把公司卖给小豪, 让他们用全部的继续收购我的公司都是我的计策, 他们才是真正上当的人, 都是你做的。 小豪失声道, 你现在公司生意很惨淡吧, 不但每天都赔钱, 而且有大量的客户被另一个公司高价挖走, 你是不是很好奇另一个公司的老板是谁? 为什么总能准确地挖到你们的客户? 我冷横一声, 小豪看着我, 仿佛是看着魔鬼一样, 脸色大变, 是你。 都是你。 这一切都是你设计的局, 你让我收购公司, 然后成立新公司搞我。 你好狠啊。 王小飞。 呵呵, 你也配说, 我狠。 我看着小豪惨白的脸色, 心中爽快了很多, 小豪此时接了一个电话, 接到这个电话后, 他瞬间摊坐在了地上, 公司的最后一批客户也被王小飞挖走了, 公司资金链断裂了。 破产了。 小豪面如土色地看着叶子轩, 无奈地摇着头, 叶子轩赶紧扶住小豪, 安慰道, 别怕, 我们可以东山再起的, 你还有我, 还有我们肚子里的宝宝, 可是二百万的债务, 咱们以后怎么还呀? 小豪说完这句话, 叶子轩如遭种计, 也摊坐在了地上, 二百万, 还不起呀, 叶子轩失神, 我看着他们两个如今的惨状, 心中有些快然,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呢? 我可以收购你们的公司, 你的债务和股份, 可以都转给我。 我开口, 真的吗? 小豪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毕竟现在的公司有二百万负债, 谁收购了公司都需要偿还二百万债务, 但是有个条件。 我说道, 什么条件? 小豪有些疑惑, 把我的床垫无条件还给我。 这个床垫是我买的, 全球限量款床垫, 小豪和叶子轩并不知道这个床垫是高科技智能床垫, 还是意大利手工制造全球限量款。 这一个床垫就要有二百万了, 他们仅仅以为这是一个会震动的床垫而已, 好。 小豪没有丝毫的犹豫, 立刻就找人把床垫送回了我的家, 然后当即我就把准备好的股权转让协议给了小豪, 我们二人再一次完成了股权转让, 公司的控制权重新回到了我的手上。 如此一来, 小豪和叶子轩白白损失了二百万, 并且我通过这种手段让叶子轩和小豪身无分文。 我临走的时候, 看了一眼叶子轩, 淡淡地说, 你看人的眼光真不行, 你低看了我高看了小豪, 还有你也看错了咱们的床垫, 那个床垫是我为了备运, 花了二百万从意大利定做的智能床垫。 床垫和公司我都要夺回来, 如今我已经完成了我的计划, 我走后, 身后赚来了叶子轩悔恨的哭声, 如果能让他重新选择, 我相信他一定不会选择错, 可惜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 我买了一个价值二百万的高科技智能床垫, 这个床垫是根据我和我老婆体型, 专门在意大利专门设计的, 这个智能床垫不但具备按摩功能, 身体健康监测功能, 而且最主要的是还能用用来备运。 床垫的备运模式能调整角度, 让怀孕几率大大增加, 可就这么一个高科技的床垫。 却让我发现了我老婆出轨的蛛丝马迹。 事情是这样的, 这天晚上八点, 我还在公司加班, 我喝了一杯咖啡后, 看着桌子上厚厚的文件, 我知道今天没有十一二点是处理不完了, 我拿出手机, 刚想告诉我老婆今晚别等我睡觉了, 可是谁知手机却弹出了一个通知消息, 主人你好, 智能床垫于晚上八点开启, 按摩状态启动, 时间设定为三分钟。 主人你好, 腰部弧度更改成功, 弧度调整为四十五度。 主人你好, 检测到您体重增长到一百七十斤, 请注意锻炼。 我看着这个手机消息, 皱了皱眉, 一百七十斤, 我老婆叶子轩只有九十斤啊, 怎么智能床垫提示变成了一百七十斤, 难不成我新买的智能床垫系统错误了, 正在我疑虑之时, 智能床垫又给我手机发消息了。 主人你好, 按摩状态结束, 运动模式开启, 振动频率设定为三十次每分钟。 主人你好, 检测到您的身体机能, 从三十岁减少到二十二岁, 心率九十五, 心率过快, 运动的同时, 请主人注意养生。 主人你好, 备孕模式开启, 振动频率调整为六十次每分钟。 我看着智能床垫, 给我手机发的消息, 瞬间脸色发白, 气得我浑身发抖。 我花了二百万买的智能床垫, 是不可能检测错误的。 唯一的真相就是, 我的床垫上有一个二十二岁, 体重一百七十斤的男人, 而这个男人正在和我的老婆 做不可描述的事情。 此刻的我感觉自己的脑袋绿油油的, 我恨不得立刻就飞回家, 把我老婆和陌生男人捉个现行。 然后和陌生男人拼个你死我活, 我也无心工作了, 当即就叫我的司机小豪开车来接我回家, 小豪接通我的电话时, 气喘吁吁的。 我问他在哪里, 他说他在健身房锻炼, 要半个小时左右才能到公司, 我在公司楼下点了根烟, 冷风把我吹得清醒了一些, 我是公司老板, 深知我一旦要和我老婆离婚后, 会进行财产分割, 我的财产都是我拼了命打拼来的, 怎么可能便宜他和他的男人呢? 所以对待他出轨这件事上我还要从长计议, 半个小时后, 小豪终于开车来了, 飞哥, 什么事啊这么急, 您今天不是加班吗? 小豪下了车, 给我拉开了车门, 我扫了他一眼, 他面色憔悴, 眼眶发白。 这显然不是健身后的状态, 他这个状态应该是刚结束夫妻那点事, 我知道家丑不可外扬, 更何况我没有实锤老婆出轨, 于是对小豪谎称, 没啥事, 工作不顺心, 对了, 今天我自己开车回家, 你别送我了。 好嘞, 哥, 我开着我的霸道, SUV一路急迟, 半个小时就到了我家楼下, 我靠在椅背上, 迟迟没有上楼, 我在思索我老婆的出轨对象到底会是谁, 会不会是我的熟人, 就在我思考的时候, 我闻到了车子上有淡淡的玫瑰香水的气味, 这个玫瑰香水是叶子轩最喜欢的高档香水, 我皱眉, 小豪是我的司机, 什么时候接送过他, 我心中隐隐升起来一股不好的预感, 我检查副驾驶。 果然副驾驶的座位被人动过, 而且根据痕迹来看, 副驾驶的座位被放平了。 老司机都懂得, 副驾驶的座位一旦被放平, 那肯定是有男女在车上玩狂野的了。 我握紧了拳头, 继续检查我的车, 车载摄像头的记录被清空了, 然后我翻开车子的脚垫, 果然, 一条镂空的紫色花纹的内内被我发现了, 这个内内还是我送给叶子轩的礼物。 她说穿这个太羞耻了就扔了, 没想到她居然传给别人了, 我闻了一下, 又骚又行。 我气得用力地砸了一下方向盘。 此时我已经知道了, 我家床垫上出现的男人是谁了, 就是我的干弟弟小豪。 我平复了一下心情, 一条完整的复仇计划于是在我的脑子里产生, 我不但要让他们身败名裂, 还要让他们家破人亡。 小豪是我八年前资助的大学生, 我不但资助他念完了大学, 而且还高薪聘用他当我的专车司机, 并且认了他为自己的干弟弟, 这么多年, 我是真的把他当成了自己的亲弟弟, 没想到我把他当亲弟弟, 他却对我的妻子做出如此诸狗不如的事, 上了楼, 叶子轩刚刚洗完澡, 从浴室里出来。 老公, 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下班了? 他身皮欲筋, 眼寒秋水, 脸颊上淡淡的潮红未散, 很显然, 由于今天我提前回来, 他和小豪并未尽兴, 嗯, 怎么意外吗? 我一有所指, 哎呀, 你说啥呢? 什么意外啊? 叶子轩从后面就抱紧了我, 回来得正好, 今天我排卵期, 咱们可以尽情地备孕, 我一想到他刚刚和小豪在我的床垫上做那些事, 我现在就有些干呕, 没错, 谁会喜欢一个脏了的女人呢? 我不动声色地拉开她的手, 然后走进了卧室, 躺在了床垫上, 怎么? 咱们的高科技床垫被人调整过角度了? 这个角度是备孕模式才会用到的角度吧? 我装着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试探着问叶子轩, 叶子轩的神色十分不自然, 然后有些慌张地解释说, 嗨, 这不是我刚刚下班比较累吗? 然后就想按摩一下, 谁想到设置错了, 弄成了备孕模式, 别提了, 我的小蛮腰啊, 都要被你的高科技床垫震断了。 我心里冷笑, 把她腰震断的恐怕不是床垫, 而是小豪吧? 不过我没有拆穿她的谎言, 因为我的报复计划才刚刚开始, 当天晚上, 叶子轩睡着后, 我在卧室内偷偷地放了一个摄像头, 既然叶子轩和小豪那么喜欢偷情, 那我就把他们录下来, 让他们的朋友好好的看看。 第二天早上, 小豪开车, 把我送到了公司, 我走时, 我老婆还没有醒来, 我在公司正在吃早餐时, 我的手机又弹出来了几条消息, 主人您好, 头部弧度更改成功, 弧度调整为90度, 主人您好, 运动模式开启, 检测到您的心跳过快, 请节制, 不要过多运动, 注意养生。 主人您好, 备运模式开启, 我脸色刷白, 此时就算用脚趾头都能想出来, 一定是小豪和我老婆又在我的高科技床垫上乱来了。 我那二百万买的高科技床, 自己没怎么用, 倒是被他享受了。 我用力地捏着手机, 直接泛白, 对了, 摄像头。 我用手机, 远程打开了摄像头, 摄像头内的画面, 简直是不堪入目。 看着他们的样子, 我心里产生了一条邪恶的想法, 既然你们这么喜欢在一起, 那以后就别分开了。 当即我白天就去商场, 买了一个价值一万块的高级玫瑰油, 这种玫瑰油是我老婆最喜欢一款, 不但好用, 而且很好闻, 散发着淡淡的玫瑰香气。 我在里面加了胶水和辣椒红油, 晚上回到家后, 我拿出了这瓶玫瑰油, 顿时房间内都充满了淡淡的玫瑰香气。 老婆, 你看我给你带回来了什么礼物? 我手中的一瓶玫瑰油闪烁着淡红色的光泽, 一万块的油就连瓶子都透露着高级感。 哇, 这是最高档的玫瑰油吗? 叶子轩双眼放光, 看着我手中的玫瑰油, 眼睛都直了, 这款玫瑰油不但可以增加夫妻之间的趣味, 而且还能当护肤品涂抹在身上, 让皮肤更加光鲜亮洁, 是的, 今天我们可要好好享受享受。 我说着, 就轻轻地把叶子轩搂进了怀里, 顺势一抖, 我们躺在了床上, 叶子轩很快就进入了状态。 脸色透露出兴奋的红色, 老公, 我想用玫瑰油, 我做事预拿玫瑰油, 但是我手机提前订好的闹铃响了起来。